原标题,伊朗在波斯湾附近举行军演,是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石油通道?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日报道,美国国防官员就掌握的第一手信息衬,伊朗近期已在波斯湾附近展开大型军事演习活动。 据报道,美国认为伊朗正在波斯湾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进行军事演习,并且在演习初始阶段已经不输数十艘小型船只。 8月3日环球网,早前俄罗斯卫星网报道,伊朗革命卫队一名指挥官表示,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,伊朗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以阻止海湾地区石油的运输。 现在,伊朗在波斯湾附近举行军演,是否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世界石油通道?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,伊朗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但不到安不得已,伊朗不可能这么做,因为伊朗知道,如果这么做, 一是会积极公愤,二是可能直接引发美伊战争,三是甚至可能爆发世界大战,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,要求所有国家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确实,美国欺人太甚,伊朗保持了极大的克制,只要伊核协议国尚未完全倒向美国事实上多数伊核协议,国也不可能倒向美国,宣布不再维护伊核协议,即使美国做得过分,伊朗都不太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 伊朗,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,对中东国家,对欧盟,对美国甚至对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因为全世界每天有三分之一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里,伊朗如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与世界为敌,这正中了美国的圈套。 当然,伊朗肯定明白这个道理,不会上美国迪宕,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嘴杖升级,伊朗军官苏莱玛尼实在看不下去了,明确要表示要单挑特朗普,尤其是最近几天,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安集结,了一百多艘中小型舰艇准备军演,空中力量和地面部队也有可能参加。 为此,美国和特朗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,也许特朗普做梦也没有想到,伊朗反美如此厉害,反美情绪如此高涨,不错,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军演,当然是专门演给美国看的。 美国真要步步紧逼,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,也许是特朗普心虚了,也许是特朗普已经失去耐心。 最近第九次提出想与伊朗领导人进行会面,但遭到了伊朗的拒绝,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。 美国重回伊核协议,取消对伊朗的敌视之后再说见面吧,美国欺负伊朗,伊朗敢于硬碰硬,必须硬碰硬,主要原因有三。 第一,国际道义和国际娱乐支持伊朗,第二,美国和伊朗最高领导人,会面和谈判的权力掌握在伊朗手中,第三,伊朗手中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法宝,不是真的倒了鱼死网破的时候,伊朗不会轻易使用,所以,美国对伊朗也不,敢肆意妄为,毛开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